起瞻蒙作恶 近重光丹恶 凡七年 宿宗孝章皇帝夏元和二年 已有 公元八五年 春 正月 已有 赵曰 令云 民有禅子者 父物算三岁 金诸怀任者 四胎养古人三胡 父其父物算一岁 助以为令 又赵三公曰 父玉立脚是外貌 似是而非 朕甚艳之 甚苦之 安静之力 捆避无华 日记不足 月记有余 如相成令流芳 利民同生为之不凡 虽未有他意 思意待尽之意 父以客为茶 以客为名 以轻为德 以众为威 四者或心 则下有怨心 无诏书树下 灌溉街道 而力不佳致 民获失职 其就安在 免私就令 称震一焉 北匈奴大人 车力捉兵等 往来入赛 凡七十三倍 十北鲁衰号 党众离叛 南部攻其前 丁林寇其后 先背积其左 西域亲其右 不复自立 南远隐而去 南丹于长死 丹于汉之子宣立 为依图于驴堤缠鱼 太初立施行百余年 立烧后天 上命至立边 本范等宗孝其壮 作四分立 二月 假银 使施行之 必知 为太子也 受尚书于东郡 太守辱南章谱 秉臣 必东巡 姓东郡 隐谱及门生 并俊现院使 并会亭中 必先背弟子之仪 使谱奖上书一篇 然后修君臣之礼 赏赐书特 莫不沾洽 行过任成 姓正君社 四上书路 以终其身 十人号为白衣尚书 以丑 必更于定陶 新卫 姓太山 柴告代宗 尽姓奉高 人身 宗四五帝于问上明堂 丙子 设天下 悟淫 尽姓济南 三月 己丑 姓鲁 更淫 思孔子于雀礼 及七十二弟子 作六代之乐 大会恐是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二人 必为孔七曰 今日之会 明于清宗有光荣乎 对曰 陈文明王圣主 莫不尊师贵道 今陛下轻躯万成 汝林毕礼 死乃重礼先师 增辉圣德 至于光荣 非所感成 帝大孝约 非圣者子孙焉有思言乎 拜西郎中 仁臣 帝姓东平 追念献王 为其诸子曰 思其人 至其乡 其处在 其人王 因气下瞻金 遂姓献亡灵 此以太劳 亲拜此作 哭泣尽哀 献王之归国也 飘其府立丁目 周许以 王爱贤下士 不忍去之 遂为王家大夫数十年 士祖及孙 帝文之 皆引荐 既敏其焉制 且遇阳县王得美 即皆酌为义郎 以为 姓东阿 北登太行山 至天井观 下 四月 以卯 还宫 庚申 甲鱼祖迷 五月 喜江陵王宫为 陆安王 秋 七月 庚子 赵曰 春秋中三正 慎三威 其定律 无以十一月 十二月报求 只用冬初十月而已 冬 南丹于浅兵 与北鲁温于独 王站于捉邪山 斩获而还 五威太守孟云上岩 北鲁 以前既和亲 而南部赴网超略 北丹于为汉妻之 谋裕犯赛 魏宜海南所掠生口 以为安其义 赵百官义于朝堂 太魏正宏 司空第五轮以为不可许 司徒还于及太朴 元安以为当与之 红阴大言激励于曰 朱颜当还生口者 皆为不忠 于言赤之 轮及大红炉为标 各作色便容 司力校尉举奏红等 红等皆上映寿谢 赵报约 九亿尘治 各有所致 盖世一亿从 侧由重定 盈盈看看 得礼之容 请黑一心 更非朝廷之福 君何由而申谢 其各贯父 帝乃下诏曰 江海所以能长百穿者 以其下之也 少家屈下 上和足并 旷金与匈奴君臣分定 慈顺曰明 贡献类志 其一为信 自授其取 其赤度辽及领中郎将旁份 被顾南部所得牲口已还北鲁 其南部斩首获生 济公寿赏 如常科 宿宗孝章皇帝下园和三年 秉须 公元八六年 春 正月 秉身 帝北巡 新丑 庚于怀 二月 遗丑 世事遇史 司空曰 方春所过 无得有所罚杀 车可以隐蔽 隐蔽之 非马可 辍解 辍解之 悟臣 尽姓中山 出长城 鬼友 还 姓元氏 三月 吉卯 尽姓赵 新卯 还宫 太为正红树 陈世中 窦献全世太盛 延慎苦窃 献疾之 惠红奏献党尚书张林 洛阳令阳光在观摊残 书奏 立宇光顾旧 因已告之 光报献 献奏红大臣 漏谢密室 地劫让红 下 四月 丙银 收红印缓 红字一言为 赵斥出之 因起海骨归 未许 病毒 上书陈谢约 斗献奸恶 贯天达地 海内疑惑 贤于极恶 未献何数以弥主上 近日王室之祸 秉然可 见 陛下处天子之尊 宝万世之作 而信禅宁之臣 不计存亡之机 臣虽命在鬼客 死不忘中 愿陛下诸四兄之罪 以燕人鬼奋节之望 第省章 潜一是红病 彼至 以轰 以大司农送游为太位 司空第五轮 以老病起身 五月 丙子 四策霸 以二千弹奉中 起身 轮奉公尽节 言是无所依为 性子雀 少文采 在位以真白称 或问伦约 公有思乎 对约 西人有语 无千离马者 无虽不受 每三公有所选举 心不能忘 而亦中不 用也 弱势者 岂可为无思乎 以太仆元安为司空 秋 八月 以丑 地性安逸 观言池 九月 还宫 稍当枪迷无赋 与地 好无疾诸种反 好无先倾入 后隆西戒 都封院礼章追之 生得好无 江义俊 好无约 独杀我 无损于枪 承得生归 必惜罢兵 不复犯赛 隆西太守张于放浅之 枪即为解散 各归故地 迷无退居 河北归一城 书勒王中 从康居王借兵 还聚损中 前使诈降于班超 超之其间而为许之 中从清齐 一超 超斩之 因击破其重 难道遂通 楚许太后轰 赵改藏楚王英 追绝誓约楚丽侯 必以尹穿郭公为廷尉 绝欲断刑 多依金术 调珠重文可从清者四十一 奏之 是皆诗行 博士鲁国曹包尚书 以为一定文质 著成汉礼 太常朝刊以为仪式大典 非包所定 不可许 必知诸如居鸾 难语图史 朝廷礼宪 以以实力 乃拜包式中 玄武司马班固 以为以广集诸如 共义得诗 必约 宴言 作社道编 三年不成 惠礼之家 名为巨颂 护生一役 彼不得下 西窑作大张 义奎足矣 宿宗孝张 皇帝夏张 何元年 丁亥 公元八七年 春 正月 帝兆包 寿以书孙通 汉仪十二篇曰 此至散略 多不合金 金一一礼调正 时可施行 护枪校尉 富裕欲罚烧当枪 为其心将 不欲出兵 乃牧人斗珠枪 胡 枪 胡不肯 遂覆盼出赛 更依迷武 欲请发朱俊兵数万人共击枪 未集会 三月 欲读禁军 迷武闻之 喜炉落去 欲遣惊奇三 千穷追之 叶 至三兜谷 不设备 迷武袭击 大破之 杀欲及历势八百八十人 及朱俊兵到 枪碎隐去 赵以隆西太守张鱼为校尉 将万人屯临枪 下 六月 悟尘 司徒还于免 鬼卯 以司空元安为司徒 光陆勋认为为司空 为 光之子也 其王晃及地利侯刚 与母太基更相诬告 秋 七月 鬼卯 赵扁晃爵为吴胡侯 薛刚护三千 收太枕喜寿 仁子 怀阳请王炳轰 先卑入左地 击北匈奴 大破之 斩忧留丹鱼而还 枪毫弥武赋予朱种寇金城赛 张玉浅从事河内司马房与战于牧城谷 弥武兵败走 因亦使御将 于那之 弥武将人众一灵枪 于射兵大会 施独酒中 扶兵杀其求豪八百余人 斩弥武头以技富玉种 复放兵击其余种 斩获数千人 弥武子弥堂 与诸种解仇 结婚交致 巨大 小于古以盼 种种赤胜 张玉不能致 仁虚 赵以瑞物仍急 改元章和 事实 经诗四方屡有加瑞 前后数百千 言试者贤以为美 而太尉愿凭林何场独恶之 为宋游 元安曰 夫瑞因依德而至 灾意元正而生 今亦乌祥于玷污 怪草生于亭祭 不可不查 由 安居不敢达 八月 鬼友 帝南巡 物子 姓梁 以魏惠 姓佩 日有时之 九月 庚子 帝姓彭成 辛亥 姓寿春 傅峰傅陵侯颜 为傅陵王 几位 姓汝音 冬 十月 禀子 桓公 北匈奴大乱 驱兰储等五十八部 口二十八万亿云中 五元 朔方 北地匠 曹包依准就典 杂以五经 乘记之文 转赐天子誌 于庶人观 昏 即 胸中史制度 凡百五十篇 奏之 必以众论难依 顾但纳之 不负令有私平奏 誓岁 班超发于田诸国兵 共二万五千人击刹车 秋辞王发温宿 姑末 未投兵和五万人就之 超召将校乃于田王一曰 金兵少不敌 其寄莫若各散去 于田从事而冬 长史易于此西归 可须夜骨生而发 因还所得生口 秋辞王闻之 大喜 自以万其于西界遮钞 温宿王将八千其于东界教于田 超之二鲁已出 密照诸部勒兵 鸡鸣 十副刹车营 胡大惊乱 奔走 追斩五千余集 刹车碎将 秋辞等因各退散 自是威震西域 宿宗孝章皇帝夏章和二年 穆子 公元八八年 春 正月 济南王康 傅林王延 中山王燕来朝 上姓宽人 赌于亲亲 故叔父济南 中山二王 美术入朝 客家恩宠 吉诸昆帝并流京师 不遣救国 又赏赐群臣 过于制度 苍躺为虚 何尝奏祭送邮曰 比年水汗 民不收获 梁州圆边 加倍凶害 中州内郡 公私曲节 此时损善节用之时 国恩父在 赏赖 过度 但闻辣赐 自郎官以上 公亲 王侯以下 至于空节躺藏 损耗国资 寻公家之用 皆百姓之力 明君赐赖 已有品质 忠臣受赏 依应有度 是以下语玄规 周公数伯 金明公未尊认重 则身负大 上当匡正当计 下当计安圆圆 岂但空空无为而已栽 已先正吉以律群下 还所得赐 因臣得失 奏王侯救国 除怨幼之尽 节省浮费 朕许穷 则恩则下场 黎树月寓矣 留不能用 上书南阳颂义上书曰 陛下至孝蒸蒸 恩家隆身 离宠朱 王 同之家人 车入殿门 即席不败 分甘损善 赏赐幽 康 燕姓已知数 享食大国 陛下恩宠于智 离尽过度 春秋之意 朱父 昆帝 无所不臣 所以尊尊卑卑 强干若知者也 陛下得业龙盛 当为万事典法 不亦以私恩损上下之序 时君臣之政 又西平王献等六王 皆妻子成家 官署悖剧 当早就返国 为子孙姬指 而适地相望 九盘经义 交奢见你 宠入龙过 以歌情不忍 以义断恩 发浅康 焉 各归凡国 令献等宿就辨时 以赛 众望 必位极浅 仁臣 必崩于张德前殿 年三十一 浅照 无奇奇妙 亦如先帝法治 范叶论曰 魏文帝称明帝茶茶 张帝长者 张帝素之人 燕明帝科妾 是从宽厚 奉承明德太后 尽心孝道 平遥俭妇 而民赖其庆 又体之以忠述 文之以礼悦 未知长者 不亦疑忽 太子即位 年十岁 尊皇后 约皇太后 三月 丁友 用遗诏 洗西平王献为臣王 鲁安王公为彭臣王 鬼卯 藏孝张皇帝于敬陵 南丹 于轩死 丹于掌之地 囤图合力 为修兰师 诸侯低禅于 太后临朝 窦县以事中内干机密 初宣告命 帝赌为虎奔中狼将 赌地井 还病为中常侍 兄弟皆在亲要之地 县客摧音以书戒献约 传约 生而富者交 生而贵者熬 生富贵而能不骄傲者 未知有也 金宠露出笼 百疗观行 岂可不数己素夜 以永中欲呼 西逢也王以外妻居位 称为贤臣 尽因未未克己负礼 忠受多福 外妻所以或基于使 垂迁于后者 盖在满而不易 未有 于而人不足也 汉兴以后 气于哀 平 外加二使 饱足全身 四人而已 书曰 鉴于有因 可不慎哉 更须 皇太后照 以故太为邓彪为太傅 四绝观内吼 路上书是 百观总及以听 窦现已彪有意让 先帝所敬 而人后尾随 故尊崇之 其所施为 折外令彪奏 内白太后 是无不从 彪在位 修身而已 不能有所匡正 献性果疾 牙字之怨 莫不报复 永平时 业者 含于考核 献赴薰玉 献碎令克展玉子 以首祭薰种 鬼害 陈王献 彭承王公 勒承王党 夏批王衍 梁王畅使救国 夏 四月 雾银 以一兆霸郡国掩铁之禁 纵民主著 五月 京师汉 北匈奴激乱 将南部者岁数千人 秋 七月 南丹于上岩 移籍北鲁纷争 出兵讨伐 破北城南 并为异国 令汉家长无北面 臣等生长汉帝 开口养食 岁时赏赐 动辄亿万 虽垂拱安枕 残无报效之意 愿发国中及诸部 故胡新将精兵 分道并出 七十二月同会鲁帝 陈兵重丹少 不足以防内 外 愿遣职金吴耿炳 渡辽将军邓宏及西河 云中 五元 朔方 上郡太守并立而北 既因圣地威神 一举平定 臣国成败 要在今年 以赤诸部严兵马 为财哀醒茶 太后以示耿炳 炳上炎 西五帝丹吉天下 欲臣鲁匈奴 未遇天使 誓岁无成 今性遭天授 北鲁纷争 以夷法夷 国家之利 以可听许 丙因自陈寿恩 分当出命效用 太后亦欲从之 尚书颂义尚书曰 夫荣抵简见礼义 无有上下 强者为雄 若即屈服 自汉兴以来 征伐术 以 其所克获 曾不不害 光武皇帝功福金阁之难 身昭天帝之名 故因其来将 积迷处养 编民得生 劳逸休息 余滋四十余年已 今仙碑奉顺 斩获万数 中国作响大功 而百姓不知其劳 汉兴攻略 于斯为胜 所以然者 以鲁相攻 无损汉兵者也 陈察鲜卑钦罚匈奴 正是立其超略 即归功盛朝 石油贪得重赏 今若听南鲁还都北庭 则不得不禁至鲜卑 鲜卑外师暴略之愿 内无功劳之赏 豺狼贪婪 必为鞭幻 金北鲁西顿 请求和亲 宜因其 归父 以为外感 威威之夜 无以过此 若引兵肺腹 以顺南鲁 则作诗上略 去安吉威矣 成不可许 惠其商王子都相喉唱来调国忧 太后述召见之 窦献聚唱分工省之拳 潜刻刺杀唱于屯位之中 而归罪于唱帝立侯刚 乃使使御使与青州赐使杂讨纲等 尚书隐川寒冷以为贼在京师 不宜舍尽问远 恐为奸臣所孝 太后怒 以切则冷 冷固执其意 何尝说颂由曰 唱宗是肺腑 毛土翻尘 来调大忧 尚书虚报 亲在五位 至此残酷 奉献之力 莫是逃捕 踪迹不险 主名不利 常备数古弓 指点贼曹 欲亲至发索 已究其辩 而二府直视已为故事 三公不与贼道 公纵兼特 莫以为旧 常请独奏案之 由乃许焉 二府闻场行 皆前主者随之 于是推举 聚得适时 太后怒 必献于内宫 献聚诸 因自囚击匈奴已属死 冬 十月 以害 以献为车骑将军 法北匈奴 以执金吴耿炳为父 法北军武孝 黎阳 雍营 圆边十二郡 骑士及枪 胡兵出塞 公卿举顾张叶太守邓迅代 张于为护枪校尉 弥堂率兵万其来至塞下 未敢攻训 先遇邪小月之虎 迅雍位小月之虎 令不得战 义者贤以枪 胡相攻 现官之力 不宜进户 迅曰 张于失信 重枪大动 梁州立民 命献司法 原诸胡 所以难得一者 皆恩信不厚耳 今因其追及 以得怀之 恕能有用 遂令开成 己所居原门 西区群胡 妻子内之 言兵守卫 枪略无所得 又不敢逼诸胡 因己解去 由氏黄中诸胡皆言 汉家常欲斗我曹 今邓使君 代我以恩信 开门内我妻子 乃是得父母也 贤欢喜叩头曰 为使君所命 遜遂抚养教育 小大漠不敢悦 于是赏路珠腔种 使香招幼 弥堂叔父好无将其种人八百户来降 遜音发黄中秦 胡 槍兵四千人出塞 眼鸡泥塘鱼血骨 破枝 泥塘乃去大 小鱼 居颇掩骨 众膝离散 汉孝和皇帝上 宿宗孝张皇帝下永元元年 极丑 公元八九年 春 泥塘玉复归故帝 邓逊发黄中六千人 令掌使刃上僵之 逢阁为船 至于碑上已渡河 眼鸡泥塘 大破之 斩首 前后一千八百余疾 或牲口二千人 马牛羊三万余头 一种殆尽 泥塘收其余众 嬉洗千余礼 朱富落小种皆叛之 稍当豪帅东昊齐桑归死 于接款赛纳制 于是迅随皆归附 威信大行 碎坝屯兵 各令归郡 为致持行徒二千余人 分以屯田 修礼物弊而已 窦县将征匈奴 三公 九卿义朝堂上书见 以为 匈奴不犯边塞 而无故劳施远赦 损费国用 教功万里 非设计之计 书连上 折寝 送邮聚 遂不敢附属役 而朱青烧自引旨 为元安 任为首正不宜 至免官朝堂固征 前后且时尚 众皆为之危惧 安 为正色自若 使御使鲁公上书曰 国家心遭大忧 陛下方在亮音 百姓确然 三十不闻紧闭之音 莫不怀思惶惶 若有求而不得 今乃以圣春之月 新发均役 扰动天下 以是荣夷 成非所以垂恩中国 改元正时 由内及外也 万民者 天之所生 天爱其所生 由父母爱其子 一物有不得其所 则正弃为之喘措 旷于人乎 故爱民者必有天报 芙蓉敌者 四方之义气 与鸟兽无别 若杂居中国 则错乱天气 污辱善人 是以圣王之志 鸡迷不绝而以 今凶奴为鲜卑所破 远藏于史侯何兮 去塞数千里 而欲成其虚好 利其微弱 是非易之所出也 今始蒸发 而大思农调度不足 上下相破 民间之急 亦以甚矣 群了百姓贤约不可 陛下独奈何以一人之计 弃万人之命 不须其言忽 上官天心 下查人至 足以知事之得失 陈恐中国不为中国 企图匈奴而以灾 上书令寒冷 其都尉诸徽 一郎经召乐徽 接上书见 太后不听 又召使者为县帝督 谨并其底地 劳逸百姓 是御史何场上书曰 陈文匈奴之为 劫逆久矣 平成之为 慢疏之耻 死二儒者 臣子所未捐躯而必死 高祖 屡后忍怒还奋 舍而不诛 今匈奴无逆劫之罪 汉朝无可残之耻 而盛春东坐 心动大义 圆圆怨恨 贤怀不悦 又为父为未未堵 奉车都为景善修管地 尼皆绝礼 堵 景亲近贵臣 当为百了表仪 今仲君载道 朝廷交纯 百姓愁苦 现官无用 而聚起大地 从事完好 非所以垂令得 事无穷也 以且罢工匠 专忧北边 蓄民之困 书奏 不醒 窦县长使门生姬书 亦上书 蒲舍致寿 有所请托 寿即送诏遇 前后上书 陈县交字 隐王芒以借国家 又因朝会 四姬县等以罚匈奴 其地宅氏 立音正色 死指甚切 陷怒 陷受以买公田 匪谤 下吏 当诛 何必上书曰 受机密尽臣 匡就为职 若怀莫不言 其罪当诛 今受为重正义以安宗庙 其其私邪 臣所以处死古言 非为寿也 忠臣尽劫 以死为归 臣虽不知寿 杜其甘心安之 承不欲盛朝行 诽谤之诛 以商艳艳之化 杜塞中指 垂机无穷 陈厂谬语 机密 言所不疑 罪名明白 当田牢狱 先受江铺 万死有余 书奏 受得捡死论 喜和谱 未行 自杀 受 运之子也 下 六月 窦县 耿炳出朔方姬路塞 南丹鱼出满遗骨 杜辽将军邓洪出故阳塞 街会捉携山 现分浅赴校尉严盘 司马耿奎 耿潭 江南匈奴 驚奇万语 于北丹鱼 站于基洛山 大破之 丹鱼顿走 追击朱布 遂林斯取北低海 斩明王以下万三千级 或牲口甚重 杂处百鱼万头 朱碧小王率重将者 前后八十一不二十余万人 县 秉出塞三千余里 登燕燃山 命中护军班固克什勒公 既汉威德而还 遣军司马吾四 梁凤凤金伯以北缠鱼 使鲁中乖乱 四 凤吉丹鱼于西海上 宣国威信 以赵至赐 丹鱼鸡首败寿 讽音说令修乎寒爷故事 丹鱼喜悦 即将其重于讽聚还 道思取海 文汉君已入塞 乃浅帝又温于帝王奉贡入室 随讽阙 现已丹鱼不自身道 奏还其世帝 秋七月以为快鸡山崩 九月更申 以斗县为大将军 中郎将刘尚为车骑将军 封县五阳侯 十一二万户 县故辞封厥 赵许之 旧 大将军位在三宫下 至是 赵县位赐太父下 三宫上 掌使 司马至中二千弹 封耿秉为美阳侯 斗士兄弟骄纵 而执今五井尤慎 奴客提其强夺人财货 篡取罪人 欺略妇女 商骨闭塞 如臂寇愁 又善发原边朱俊突起有财力者 有思莫敢举奏 原安和景善发边兵 今或利民 二千弹不带福信而折成景席 当福显珠 双隐好 又奏私利校尉 何难以阿富贵妻 不举何 请免官暗罪 并请不报 赴马都未归 读好经书 节约自修 尚书何场上封氏曰 西正五江之姓书段 魏庄公之宠周玉 爱而不教 忠至兄弟 由氏官之 爱子若此 由姬而食之以毒 是所以害之也 福建大将军宪 始遭大忧 公卿笔奏 御令典干国事 献身之千退 故此盛位 肯肯勤勤 言之身至 天下文之 莫不悦喜 今于年未己 大礼未忠 足然忠改 兄弟专朝 献丙三君之重 赌 井总公 魏之权 而虐用百姓 奢侈賤逼 朱戳无罪 似心自快 今者论意汹汹 贤未疏断 周虚复生于汉 陈关公卿怀持两端 不肯及言者 以为献等若有匪泻之志 则已受吉辅包申伯之功 如献等献于最孤 则自取陈平 周伯顺旅后之权 中不以献等吉凶为优也 陈场区区成玉祭策两安 掘其绵绵 塞其涓涓 上不欲令皇太后损文母之号 陛下有侍权之机 下使献等得偿保其福又也 赴马都未归 彼请退身 愿意加权 何与参谋 听顺其意 成宗庙至祭 窦士之福 使济南王康尊贵交甚 谢乃白出场为济南太父 康有为师 场折见征 康虽不能从 燃肃静重场 无所嫌五焉 冬 十月 庚子 傅林志王炎轰 世岁 郡国九大水 肃宗孝章皇帝下永元二年 庚吟 公元九零年 春 正月 丁丑 涉天下 二月 人舞 日有时之 下 五月 丙辰 封皇帝 寿为祭北王 开为河坚王 疏为承阳王 邵峰故淮南寝王子 策为常山王 窦县前赴校尉盐江二千余齐 演基北匈奴之首衣武者 赴取其地 车师震赦 前 后王各前子入世 月之求上公主 班超巨还其史 尤氏怨恨 潜其父王谢将兵七万公超 超重少 皆大孔 超辟军事曰 月之兵虽多 然数千里于聪领来 非有运输 何足幽邪 但当收股坚守 比姬穷自降 不过数十日决矣 谢岁前公超 不下 又超略无所得 超度其良将尽 必从秋辞求使 乃遣兵数百余东借要之 谢国遣其姬金银诸玉以陆秋辞 超伏兵遮击 禁杀之 时其时首已是谢 谢大经 即前时请罪 愿得生归 超纵遣之 月之游是大阵 遂奉贡献 书 北海哀亡吾后 宿宗以其武王首创大业而后四废绝 心肠敏之 遗诏令父其 北海二国 丁卯 封吾胡侯吾继为其王 北海晋王树子 威为北海王 六月 新卯 中山俭王 炎轰 焉 东海公王之母帝 而窦太后 公王之声也 故家父前一役 大为修种营 平一立民种目以千数 作者万余人 凡征发窑洞六周十八郡 赵丰斗县为冠军侯 赌为掩侯 归为夏阳侯 县独不受封 秋 十月 以卯 窦县出屯梁州 以市中邓蝶行征兮将军事为父 北丹于以汉还其市帝 九月 父前十款塞称臣 欲入朝建 冬十月 窦县浅斑固 梁凤银之 惠南丹于附上疏求灭北亭 于是前佐古里王诗子等将左右部八千齐出鸡路塞 中郎将耿潭浅从事江户之 袭击北禅于叶志 为之 北丹于被创 锦儿得免 或燕士及男女五人 斩首八千集 生鲁数千口 搬固至思取海而还 事实 南部党众一圣 林护三万四千 圣 兵五万 宿宗孝章皇帝夏永元三年 新茂 公元九一年 春 征月 甲子 必用曹包新礼 家圆符 卓包监与林左旗 窦县以北匈奴微弱 欲碎灭之 二月 前左校尉耿逵 司马任上出居颜塞 为北丹于于金威山 大破之 或其母燕之 冥王以下五千余吉 北丹于逃走 不知所在 出塞五千余礼而还 自汉出师所谓长治也 封奎为肃义侯 窦县 寄历大功 威名义圣 以耿奎 任上等为爪牙 邓蝶 郭皇为心腹 班固 傅义之 徒典文章 四始 首 令 多出奇门 敬父脸利明 共为陆仪 司徒元安 司空任为举奏 朱二千但并所连吉 贬至免观者四十余人 斗士大恨 淡安 尾肃行高 亦未有以害之 尚书 蒲舍乐徽 四举无所回避 现等吉之 徽上书曰 陛下赋予春秋 转成大业 朱舅不宜甘政王室 已是天下之司 方今之夷 尚以易子歌 下以千字隐 似舊可尝宝绝土之荣 皇太后永无残妇宗庙之忧 成策之上者也 书奏 不醒 徽称极起海谷 归长陵 献丰立周郡 破邪灰隐要死 于是朝臣震慑 望丰成旨 五感为者 原安以天子幼弱 外妻善权 每朝会觐见及与公青年国家事 未尝不阴污流涕 自天子及大臣 皆是赖之 冬 十月 鬼位 上行姓长安 赵求肖 曹靖亲姨为四者 少其封义 赵斗县与车架会长安 县至 尚书以下亿欲败之 符称万岁 尚书寒冷正色曰 夫上焦不产 下焦不毒 李无人臣称万岁之至 义者皆残而止 尚书佐成王龙思奏祭 尚牛九余县 冷举奏龙 论为成诞 秋辞 姑墨 温宿诸国皆降 十二月 赴至西域都护 其都尉 物己校尉官 以班超为都护 徐干为长使 拜秋辞世子白霸为秋辞王 潜司马瑶光宋之 超与光贡邪秋辞 废齐王尤利多而利百霸 使光将尤利多还亦惊失 超居秋辞他前程 徐干屯书乐 为燕齐 威虚 魏离以前没都护 尤淮二新 齐于西定 庚辰 尚至自长安 书 北丹于既往 其帝又古离王于 除尖自立为禅于 将众数千人 指仆类海 前使款赛 逗献秦前使利于除 尖为禅于 至中郎将领护 如南丹于故使 誓下公轻易 宋游等以为可许 圆安 任伪奏以为 光武昭淮南鲁 非未可永安内地 正以全时之算 可得敢欲北敌故也 今朔末既定 宜令南丹于返其北庭 并领降众 吴元父更利于除奸以增国费 誓奏 未以实定 安据献祭随行 乃读上封氏曰 南丹于屯仙父举重归得 自蒙恩以来四十余年 三帝积累以夷陛下 陛下身宜遵述先制 成就其业 旷屯首畅大谋 空进北鲁 绰而浮屠 更利新将 以夷 朝之祭 为三世之规 诗信于所养 建立于无功 论与约 言忠信 行赌境 虽瞒莫行焉 今若失信于一屯 则百瞒不敢赴保是以 幼 乌还 鲜卑心 沙北禅于 凡人之情 贤未愁愁 经历其地 则二鲁怀怨 且汉故使 共己难禅于 废植岁一亿九十余万 西域岁七千四百八十万 今北亭迷远 其肺过背 是乃空尽天下而非建策之要地 照下其意 安又与县更相难者 县险即复职 言辞交结 至诋毁安 称光五诸寒心 待涉故使 安中不宜 然上竟从县策 上一章 3 4 4 10 12 1